各位同学 本期五分成长测 咱们迎来了一台年轻的大哥作家 路虎缆胜运动 老实说 在百万级车型当中 我还没看到哪台能把豪华和运动结合得比它更好 我们都知道路虎家族分为三大车系 缆胜 卫士和发现 而缆胜更是家族的金子招牌 主打的就是豪华硕士 而从缆胜运动版的名字 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 它其实就是缆胜的运动版 虽然它是一个独立车型 但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是操控性还是舒适性 它都是实打实的百万级的质感 这也是我把它当作自己的通勤用车 用了七天之后最大的感触 所以这一期总结视频呢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所以先点赞 再看完吧 老规矩 先看一下外观 和缆胜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风格区别的 整体是变得更加的圆润 饱满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而且姿态特别棒 5米的车长 2米的宽度 3米的轴距 全系自带空气悬架 出厂就给你两只 这多懂大家呀 这一次缆胜运动版 依旧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装方案 不过选装的逻辑和缆胜不太一样 颜色有十几种可以选择 不过没有双拼色 也没必要 对不对 绿色 银色这些都是我比较推荐的车漆 还有一个黑化的运动包 这个特别推荐 选了这个之后了 就会有黑色的名牌 进气格栅 前包围 还有一些其他的黑色元素 轮毂起步就是21 但是在这里强烈建大家 能选23就选23 285的胎宽 大气就完事了 关键是便宜啊 万把块钱 直接给你五条胎 还有一条在哪里 后备箱躺着呢 实打实的全尺寸备胎 这笔账不用我帮你算也知道吧 尾部有没有觉得就是车头的复刻板 特别的简单好看啊 隐藏式的雨刮器 狭长的尾灯 配合Render Robo的字符 哇 这太好看了 打开后备箱 也是非常多的细节啊 装载能力肯定没得说 四个锚点也可以很好的 方便固定东西 左右各有一个照明灯 上面还有两个 晚上的时候特别方便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隔板 几乎就是钓鱼专座了 再往下面就是一个 很划算的生意了 全尺寸备胎 座椅也支持电动的放倒啊 放倒之后还是比较的 起整的OK 这就是一些百万级车 我觉得该有的这种细节表现了 上车感受它的豪华感之前 有两个细节需要注意啊 一个就是晚上的时候呢 它的银明灯特别的有仪式感 整个轮廓很清晰的照出来 其次就是这个脚踏板很有必要安装 你看我腰气的身高 才勉强坐上来 要是不安装一个脚踏板 我觉得上下车 不是那么的自在的 座舱几乎就是懒胜的直接下放 没有打半点折扣啊 除了这个三幅式的方向盘 增加了它的运动感之外 整体这种豪华舒适氛围的营造 做工用料 一点都不吝啬 还有这种淡淡的皮质香味 特别的享受 这是实打实的百万级才有的那种高级感 尤其这让座椅特别的厚实 调节的角度也多到令人霸指 这个坐垫都能整体往前移 这个座椅你要是找不到舒服的坐姿啊 我亲自帮你调 在科技层面我觉得算是比较克制的 并不像新能源车型那样 一股脑的去追屏幕 不过该有的都有了 它就显示液晶仪表 留媒体后视镜 还有一个够用的中控触控屏 你说它有多好用吗 其实也并没有 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能啊 不过它的手感是比较好的 因为是曲面的话 比较的跟手啊 有一点我特别喜欢 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它的专辑封面和这个UI 是高度的融合起来的 真的非常的贴切啊 再加上它YYDS的更音效果 以及19个扬声器的英国之宝 你开着听歌 真的是一大享受 我依然记得那个深夜 在沙克西路走的时候 音量放到15左右就刚刚好了 外面的环境音 包括路面的缝隙的衔接 以及井盖的这些声音 都完全打扰不到你 那个时候我觉得 哇塞这个钱花的是真值 后排我觉得不是重点 空间刚刚好吧 后排角度也就是电动的调节 基本上就够一个家用吧 瞧重点了各位同学 只有开起来之后你才知道 这100万到底花在了哪里 这种高级的质感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种高级的质感呢 主要贡献因素就是一个稳 攒一个稳子了得啊 整个车的行驶姿态特别的稳健 它会时刻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你知道吗 颠簸路段的化解呢 特别的到位 减速带啊 颈盖啊 道路的接缝处啊 都是轻描淡写的压过去了 就算在你要变道的时候呢 它也不会有很明显的重心转移的过程 这种稳健的姿态特别重要啊 另一个我觉得特别棒的感受就是 特别的控制 很有掌控力啊 动力可以说是随踩随有啊 3.0T的直列6缸发动机 这个8AT变速箱 我觉得匹配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没有什么顿挫感 也加入了48V的轻混系统吗 整体的衔接还是比较到位的 我一般是放在auto的驾驶模式下面去开这台车道 这个时候呢 档位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慵懒 但是你只要深踩下油门 这个车子就立马蹦出来了 2.5吨的车重啊 但整体开下来确实是比较轻快的类型啊 如果你喜欢开快车 你大可把它切换到一个sport模式 这个时候性格就截然不一样了 很轻快 但是我觉得一般开路虎的大哥 喜欢开快车吗 革音效果我就不多说了 简直YYDS 这应该就是花钱花得比较值当的地方 外面的世界基本上与你没什么关系的 至于油耗 各位大哥care吗 平均油耗差不多15个油左右 我最低呢开到13个 说实话评测下来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越开越喜欢 它已经是我未来车库当中的一员了 我现在同级别 没有谁能把操控和舒适结合的比较更好的吧 你们觉得呢 OK关注每周给你一个深度评测视频 关注我买车不纠结 OK关注我 OK关注我